大家好 我是五仔 今天講講一個播音界的前輩 在這個新聞 很多篇報道都講這位前輩 他有腥癌 舌頭有cancer 他就是洪潮峰 洪潮峰我對他的認識是不深的 偶爾會有時候聽到他的聲音 晚上回家搭的士 以前當然 最轟動的一定是他和大樓前妻保詠琴的戀情 相當轟烈 小時候看到這些 子弟戀的時候小時候會覺得很厲害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個男人這麼厲害 這麼有錢的女人都會喜歡他的 然後大過收拾 其實洪潮峰去年也做了和尚 去泰國出家 他好 他曾經的情緒這麼瘋狂 因為當年被稱為最傳奇的dj 就是四大癲亡之一 如果他真的收拾 我想他也不介意 因為這個都是之前的種種 現在最重要這一刻不是 看到他面對死亡也是很坦然 會說他會靜靜地等待死亡 他是很豁達 看到現在報道說他有很多病痛 其實很諷刺一件事 就是一個有聲音源的男人 其實我也有聲音源 就是說他聲音很靚 有很多人聽他說話 也都覺得他聲音是靚的 但是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果呢 他自己也是一個出家人 曾經就是修佛 他都明白因果的道理 所以看到他幾好 這麼大情大勝 都可以令到他平靜下來 佛經就是心經 在心的內心裡幫到他平靜 他曾經做過更瘋狂的事 其實比香港很多人瘋狂得多 當然了 如果一個人不開心 他裡面的細胞不健康 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 如果講佛教來講 心平靜 很多疾病 都可以避免得到 他現在都很嚴重 因為他整條舌頭已經割了三分之二 曾經一個最出名的DJ 連身是過百萬 過百萬連身的DJ 割了一條舌頭 只割了三分之一 後來還發現有淋巴癌 還有小腸有腫瘤 積極治療後 他已經康復 近年曾經在泰國出家 60歲生日的時候 透露出櫃 他透露出櫃 大爆自己的戀愛史 咦? 好像未收得很正果 這些前世 種種 出國家來講 應該都 鳥生脫死 拋下前陳往事 我不知道 不清楚 報紙都是寫這麼多 說他大爆情史 講到其實細利的文字 描述真摯的情感 故事就令人感慨萬千 這樣說他 有很多篇報道 有寫他 有些當然說他以前的一些事情 都會跟大家看一看 完全是兩個神識 他收了佛之後 跟他以前 那時候城市追擊 追訪他和保養琴 那時候 最出名的 一隻手指揍死你 說這些話 所以 一個人有聲音源 都應該把自己的能量 發放多些 讓大家做多些好事 當然 有些人就是 很喜歡誣蔑人 譬如我近日都有人說 我在發放假消息 有多假呢 其實我這個台說的 娛樂新聞 真真假假 我只是討論一下 我從來沒有說實言實恥 我經常說 那些人 又不是什麼人在床下底 我就純粹陪大家 聊聊這個話題 新聞那些 如果你說我假 我就讀報紙 我最多有時候讀錯字 我自己 收得這些東西 都明白世間的法則 你不能夠 將你自己 有這個聲音源 去發放一些 古怪的能量出來 是會令到 果報自己報 有些人相信 就相信 天的懲罰 你科學一些 心理學就是潛衣式的 懲罰 他當年就厲害了 說到又說 唉 總之慢慢說下去 這些東西 告訴你 我小時候就知道了 不要亂說話 就算是 都 要有個正能量出來 否則是自己出事 自己出事 說回 他就是 靚聲慈盛 畫上等好的 洪潮峰這三個字 1983年就做電台節目 說很多年了 三十七年前 我才剛出生 他已經是DJ了 說這些廣播界的前輩中的前輩 當年 1994年是 連續多年入選 香港十大最受歡迎DJ 他成為這個 電台最top的DJ 說他主持風格是獨特 和他說的東西出位 他和人探討聖熱線 單身俱樂部 當時很破格 八十年代 已經四台主持古典音樂 但是很有獨特的風格 又被人發掘 之後做日月星神 聖熱線 單身的破格節目 很受歡迎 因為觀眾很有好奇心 也為單身男女撮合良緣 令洪潮峰成為成中人氣的DJ 直到1997年過檔新城電台 有指當年的年薪高達七位數字 即是百萬年薪的DJ 二十多年前已經是 很厲害 當然 我不是一個很聽電台的人 最有名的就是當時 人們爭相訪問他 因為當時他是 一個DJ有文有勞 他也是一個很有才情的人 很感性的人 說話很好聽 不過當年他很瘋 很瘋 他自稱患有遺傳性的憂鬱躁狂症 過檔新城之後 他連身回了幾倍 難負姓名的他救病復發 有錢回了幾倍 人工多了 就不開心 這樣說他 真正令他瘋的 是跟保詠琴的一段情 其實有一篇文章說他自稱 原來十八歲的時候 已經試過跟男人有性行為 他透露自己十八歲已經是跟男人發生性關係 當時覺得自己很髒 很羞辱 他有個前妻 當時在網上有人登這張照片出來 就說他老婆很愛他 在眼神當中 我們都看到 是說他二十一歲 遇到他的前妻叫葉桂好 就說被對方深深吸引著 我相信他老婆當時也很迷他 他說這個男人的聲音 這麼瘋性 一定很喜歡 兩個人奉紫成婚 其實他不單是跟性戀 他雙性戀 他說自己雙性戀 但是這個婚姻是維持了五年 後來他老婆用了 他前夫洪朝鋒的姓 和他的姓 改了 其實他的兒子叫洪葉 也將他開了書局 也叫洪葉 就是那個書局 他離婚後 洪朝鋒漸漸漸 就開始和男性拍拖 經歷了幾次的戀情 最長的一次就是拍拖了十二年 對方是一個內地的男士 期間就要說到 和富商的前妻 當時富商保詠琴高調戀愛 他這裏都不敢說誰的前妻 保詠琴 總之很複雜的三角關係 因為當時他承認自己背叛了那個男朋友 後來又得到那個男朋友的體諒 雙性戀的洪朝鋒 會和兩個人一起去旅行 三個人一起都維持了一段日子 這麼朋友 和保詠琴和男朋友一起去旅行 後來洪朝鋒認為不再和女性拍拖 終於自己是一個同性戀者 有到因為保詠琴 令他不再喜歡女人 不過很難說這些 報道很多篇 我也要看很多篇 才可以把資料集合在一起 這些是怎樣的 可能他今天告訴你 和當時告訴你 都是兩個版本 很難說 報道形容他 他就是風流踢躺 形容他當年 我都覺得他帥的 年輕的時候 帥哥高大 高大有帥 還有一把帥聲 1988年 就和大樓劉聯雄的前妻保詠琴 因為當時他邀請保詠琴接受訪問 保詠琴被他吸引著 很快兩個人就公開戀情 當時的戀情是很甜蜜的 經常抱頭抱頸 經常疼的 成為當時的熱滿佳話 每天的新聞頭條 都是這對子弟 如果我當時在做這些事情 就變成不是經常說王浩信和Yoyo 就變成說他們兩個 保詠琴已經走了 當時保詠琴長大了六年 子弟戀 保詠琴曾經形容這段戀情 是自知死地而後生 兩個人很高調 經常疼到又送玫瑰花 很愛 總之高調事外 多次接受電視台和雜誌訪問 又曾經一起做電台節目 拍拖、看歌劇 但十一個月後兩個人分手 兩個人分手之後 反轉豬肚 這些全部在網上可以看 就是當時的一些歷史 可以說是 洪朝鋒向女方追討 包括聖服務費合共是一百萬 這些不是愛 還有什麼愛呢 就是問人追回一百萬是聖服務費 甚至大爆兩個人的性事 所以說一個人有聲音源 不要亂唱 我從來就不講這些 我會講一下以前拍拖 或者什麼 你說兩個人的性愛 我絕對不會 我是 趙元昌 男人最記的是什麼 嘴尾牙梳 是嗎 亂爆發 說一些壞事 他自己有聲音源 那個業障會大很多 因為 你這傢伙 如果一個人 喜歡唱自己的女朋友 我認識的 有一個也是 嘩 很離譜 說到 總之 什麼都說給你聽 又D又E又這樣又這樣 又什麼式 都說了給你聽 又自由式 又狗仔式 他這些 譬如你普通人 你告訴一個人 你爆發一個群組 最多是二十個 他講一講 當時是幾百萬人聽 你想一下 業障成多多大 所以我經常跟別人說 捐錢 寧前布施 那個幅又大 但是作業的業障又大 這些是什麼來的 這些是 這些是孖展 倍數這樣承上去 當時他有一句名句 就是跟保詠琴說 我一隻手指就擠死你了 傳承 嘩然 當時你覺得他是精神錯亂 竟然說完這些事情 就是萬人追討完性服務費之後 竟然是複合的 兩個人 在二千年的五月 兩個人複合 保詠琴說他兩極性的情緒錯亂 所以體諒對方的義行 但複合不夠半年再分手 期間洪潮峰透露患上抑鬱症 導致言行有疑和長期服藥 2006年 因為停藥 復發 入了柔德醫院精神病房 當時傳媒 將他和蔡豐華 南潔英 陳寶蓮 合稱四大癲王 這個 真的不好 傳媒 怎麼可以這樣說人家 我覺得真的不好 蔡豐華也不是那麼傻 陳寶蓮其實也很慘 南潔英也很慘 每個人都不同 那你怎麼可以這樣說人家 對不對 各有各的問題 因為當時洪潮峰其實是靠靚聲吃飯 但是2017年被確診是腥癌 所以就說這些事情是不要亂來的 他其實近年都是為求心靈平靜 學習打坐和禪修 他沒有看到的 你看到他的性格沒有以前那麼誇張 他以前是 你覺得他簡直是傻了 精神錯亂 但是近年看到他是沒有問題 上節目雖然他說話現在口之不清 我之前看到有些亞視的人也訪問他 口似有些不清 因為他的舌頭只有三分之一 還有一些是人造的舌頭 我看到臉和腥癌 腥癌了 說話也不是那麼好 但是那個性格 溫馴了很多 佛門有得救 心理病佛門有得救 有些人就說 吳仔你都不明白那些什麼心理病 什麼病 什麼病 情緒病 我說我怎麼會不明白呢 我也有些曾經試過這些問題 現在就告訴你是情緒病 以前就告訴你是不開心 是不是 沒有精神科的時候就告訴你 你這個人不開心 轉牛角線 經常想想一遍 再有精神科告訴你 就是你的腦裡面有些分泌是比別人少的 有些吃藥就可以康復 有些就是自己解不開心結 在那個無間地獄上萬潔不復 是不是 我有些朋友 我看到做這行很多都很不開心 其實那些都是病因來的 有些他媽媽也是這樣 他媽媽也是有些病過身 都是很年輕 所以我看到有些朋友經常說自己很和自己過不去 經常很不開心 有些人聽我說話就知道 你們有些人如果經常不開心 情緒不好 你還是找個方法去開解一下自己 這個世界是中性的存在的 客觀的存在是你主觀的感受 你自己覺得不開心就不開心 其實開心和不開心是一樣的事情 外景不變內心變 都是這樣過的 你開心的人不舒舒服服 開心心 一百九十幾歲 即九十幾一百歲 就開心心笑喪 那人不開心就經常屈住屈住 有些法學大師說你屈住屈住變什麼 變鬼 你怎樣 這些叫陰魂不散 你經常屈住 為什麼 每個人都是這樣 人都有八虎 我看到洪潮峰現在好了很多 可以再收下去 都幾好 所以他可以說是很多病痛 很辛苦 很辛苦 他自己說是辛苦 你想想一個靠把聲吃滾飯的人 靠把聲吃滾飯的人 不動不動 無論發聲 說話 進食 全部由頭學過 連吞口水都覺得辛苦 其實他的前妻 對他就算是這樣的 那個說二十多歲 二十歲頭和他離婚有個兒子 竟然和他離婚這麼多年 就是一直 相識了四十年 1983年結婚 四五年之後離婚 接著在他這段時間 抗癌的期間 就照顧他 是不是 你說是不是真的很好 這些感情 問到他是什麼 他就說 家人親人 人家問他會不會複合 他說不會 他說我同性戀 我是當他是親人 我不是喜歡的 那一份 是覺得是家人的感情 他就直 他本身是雙性戀 他直認 他本身是雙性戀 但是跟保詠琴拍拖完之後 變成不喜歡女人 單身了八年 他都想有男朋友 這個報導也是 今年五月而已 對 人的事情是很難說的 所以有這樣的力量 有這樣的能力 能力越大 責任越大 有些行差答錯 都不要把那件事放大 對 如果不是糟糕 還有那個情緒 就是跟大家說 那不是啊 我經常都不開心 那怎麼辦 唉 我見有些人 我還介紹一些書給他看 例如當下的力量 又教他們看人性的弱點 又教他們看狗認人格 然後跟我說 吳仔 你跟我說的那些書 我全部都看過了 其實我心裡的那句就是 你業障真的太重 那些書都幫不到 你有那個緣分 你買得到 你早過我買的那本書 你看過不代表你明白 是不是啊 有些人抄經抄心經抄一萬次 你都不明白 五雲皆空 尼虎得樂 你不明白就是不明白 一兩句 你明白就是明白 不明白就是不明白 有些人不明白 他也是不開心 那你沒有的 這些細胞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一個實驗 有些人說流 有些人說見 有些人說見 他說你讚美一些水 你去那個 雪它 雪它拿出來看那些花紋 你讚美啊 用那些讚美的字句 你很漂亮啊 我很感恩啊 神啊 佛啊 觀音啊 這些正向的字眼 他的花是很漂亮的嘛 但是如果你咒罵那些水 然後拿去雪 雪的箱一出來是歪了 惡惡啊 恐怖啊 那些花紋是這樣的嘛 那人本身有七成是水 如果水有這個力的時候 你去發放一些負能量 譬如某些討論區 說一些壞事 譬如我最近有一份工作 那些連登仔問是否給狗做 那我想說不是我公司 我朋友聘人而已 你看這些事情這麼負面 那當然是沒有人走 是啊 那不是說 什麼啊 人是這樣啊 你正面 你個人積極 打一份工作不是你的永遠 那你有份工作做一下 然後可以進修一下自己 喂 以前我也上班的 我什麼沒做過 很多行業我也做過 其實人是正面的 不要什麼都說 又搞又廢又什麼 說那些 說那些事情又咒罵別人 是啊 那這些你會自己受回 那雖然 就是 我剛才說過 就是有些人是 那個業沒那麼重 但是你現在網絡的世界 都很重的嘛 對不對 就是你 現在很多人看到 以前就 你告訴旁邊的人 就一個人知道 那你寫網絡可能 很多人看到 那樣 那業又很重 那不怪得的 這些是惡性循環來的 一個人 如果是 覺得自己幸福 覺得自己是行 真的行 真的行 他不捨這些東西的 你看看李嘉誠 天天天在罵人 不會的 就是法哥那些 好什麼 法哥羅德華那些 有些人覺得他好 好 好成功 你會不會見這些人 天天在罵人 不會的 就是所以 你們明白 那個世界的運作 其實是避免很多病痛的 就是那些細胞 很神奇的嘛 你一個人一積極一正向的話 連那個人 本身 你說他傻的 說他癡的 他都可以用一個定功 他閃收 就是洪朝鋒 可以收回那個 一個 正氣回來 可以 一個人 你本身 普通一個人 讀過書 在香港 是不是 為什麼變成這樣 在網上這樣 亂說話 發放一些負能量 現在還有 不要亂說話 在網上 我有時候說某些新聞 然後又說 好啊 好啊 好完之後 你會被警察拘捕 這些就是因果 是不是 所以 這些你就要反思 有時候看到這些人 他都有價值 他現在這個故事都有價值 就是告訴你 能力越大 責任越大 是啊 那能力 你覺得自己沒什麼能力 那我就沒什麼能力了 是啊 但是有些真理的事情 有些人會覺得是迷信的 你沒見過 你不相信 你不知道 我們這些 有幾衰沒見過 我們以前 經常有人說 死了 我們在片場做到最下難的 那些事情 有什麼沒做過 做人替身 什麼都做過 什麼運氣都沒有 那 試一下這些 又有什麼 信一下風水 最好 最厲害 最後都是告訴你 發現到這個世界 那個因果的業力之後 那你正向的事情就正回來了 是不是 那洪朝鋒這個 就是他那個 好像一本書一樣 讓你看到 其實也是一個 一個教材 他這些都幫了很多人 就算 你不知道你看到什麼 我看到就是 他這個故事 然後就可能令到很多人 是啊 就是 試一下三省不新 檢視一下自己 然後 哇 慎賢啊 或者各樣 說回多些好東西 或者聽阿吳仔說 靈前報師 做回一些功德 那就好 是不是 雖則 有些人說 這些回不了頭 本身都是要受的 但是 都不是的 你在這個地方 不是說你只有一輩子 這個肉身 你很久 你捏不到盆 你出不了這個六道 這些熊潮風聽到都明白我說什麼 之後回來做又是什麼 你無謂 有些人好戰 打仗 整個頭 投胎走 你在阿富汗你怎麼搞 是啊 有些人好戰都不要緊 去到阿富汗 投胎的阿富汗都不要緊 然後撐你的肺 投胎做了女人 你在那裡 你大不大鑊 你說 說 不要懶得 有些事情 我們知道很多秘密 都是 就著來講的 所以 有些人 說我 說什麼 隨便 你喜歡 我向自己交代 可以 是 我見朋友有份工作 就介紹給別人做一下 這些 很小事 有些人說 哎呀 比探仔阿姐少 嘩 探仔上市 大哥 怎樣給啊 探仔阿姐你看不起嗎 探仔阿姐 探仔阿姐賺很差的錢 那你就去做探仔 又不是監管你做 對不對 我自己連探仔 每個個都賺八萬元起跳 一個月 所以 這些自己想 唉 不說那麼多 熊潮風這些 如果可以有個定工 收到 收到 都祝他早日康復 沒有什麼的 OK的 這樣 這樣就好了 其實一早就這樣 他也沒有那麼多苦難 希望大家立地成佛 今天時間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分享 請like subscribe pay me 鈴鈴 下次再聊吧 拜拜